天津市教委规范小生初招生 坚决禁止初中学校举办重点班实验班 天津建39个科普中国校园驿站 今天距第13届全用会开幕还有136天 各比赛场馆陆续进行测试赛 无人机视角看场馆 高手在民间 比如说我做一些验试 做一些卧鱼 可以做到自制特别甚然 特别幼美 文华达人的全运梦 老年人继续免费乘公交 天津严查钻控制行为 油价迎年内最大涨幅 金城92号汽油 每升涨一毛六 手机相关案件五花八门 美女要红包银行卡 莫名非走几千块 入室盗窃 这种方式是我们 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发现的 这种方式而且比较隐蔽 而且损失已经比较大 先投手机再转账消费 警方扎获犯罪逃活 中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暂物前往菲律宾 薄荷岛及周边区域 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居家热点观众民生 观众朋友中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点报道 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 来看详细内容 近日市教委制定 关于做好2017年 天津市初中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规范小生初招生 天津将启用 天津市义务教育入学管理平台 面向社会统一发布市区两级 义务教育免市就近入学政策 公布招生工作流程 依托天津市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 对六年级学生升学信息 统一进行规范采集 按照相关要求 2017年各区招收特长生比例 不得超过本区初中总招生人数的5% 严禁学校私自招生 坚决禁止初中学校举办重点班 实验班 坚决治理乱收费 今年面向全市招生的 寄宿至民办校可跨区招生 同时实现网上统一报名 不得采用统一笔试 或者任何变相形式的 统一知识性考试方式 选拔学生 记者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 2017年天津市普通高考体育类专业考试 将于4月15号至16号 在天津体育学院进行 体育类专业考试 包括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考试两部分 其中身体素质成绩占70% 专项技术成绩占30% 身体素质考试上午进行 包括100米原地推千球 立定跳远三个项目 为考生必考项目 专项技术考试下午进行 包括田径篮球等20个项目 考生按照自己所报专项参加考试 考试当日上午7点30分 考生需持考生证身份证 在天津体育学院田径馆报到简录 逾期不再安排补考 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昨天天津首批39个科普中国校园驿站 正式落地 通过信息化 让科普工作更加的贴近事实 昨天首个科普中国校园驿站 培训班在河东区第102中学 正式开班 首批80名中小学科技辅导员 现场学习如何使用科普中国上的相关资源 如何管理校园驿站 指导中小学校注册云平台 实现科普资源的精准推送的 网上有海量的资源 非常有用的很多资源 但学生可能不会主动自己去看 所以还是需要老师和学校 引导他进入这个课程 我们校园驿站 就是把科普中国网站上的海量资源 落地到教室里 中国科学在全国启动百千万行动 从今年起至2019年 在全国实现数百个城市 数千个学校 数万个乡村的科普中国落地应用 天津率先在河东区39所中小学校 建立校园驿站 以科普信息化为核心 今年天津还通过改版科普天津 天津科普说 一网一平台新媒体网络传播渠道 增加本地资源等措施 争取到2020年 实现公民科学素质达标率 超过16%的目标任务 今天距离第13届全运会开幕还有136天 目前全运会各比赛场馆已经具备比赛条件 陆续开始进行测试赛 今天我们用无人机的视角来看看全运场馆 天津健康产业园体育基地包括自行车馆 设计馆 驱棍球场 足球场等多个单项专业场地 是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以来 我是第二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 各场馆从功能设计上注重专业 其中自行车馆设计成自行车运动头盔样式 全长250米的木制内场赛道 则全部采用国际标准打造 这个场地现在在国内来说 应该是最好的场地了 从采光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设施配套 咱们主场又是女子四公里团体 有希望冲击金牌 此外 射击馆的设计将专业与高效向结合 使用国际先进的电子把系统 同时考虑到平时射击馆利用率偏低 决赛馆设计为50米25米10米比赛 都可利用 色调上采用黄蓝搭配 视觉上更加舒缓 利于选手发挥 光线比较好吧 比较明亮 感觉视野比较快阔 据了解 健康产业园体育基地 将举办全院会11个大项 53个小项的比赛 这个月 基地将陆续对现有场馆进行提升改造 完善场馆细节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轮滑是一项年轻人的运动 然而在天津有一群中老年轮滑爱好者 用乐观拼搏的运动精神 展现着不输年轻人的速度与激情 脚穿轮滑鞋 一字横叉 穿过高度为30厘米的横杆 表演这项绝技的老人 名叫孙作月 在天津轮滑界小有名气 孙老七岁时开始接触轮滑 由于具有武术功底 他将轮滑和武术动作结合起来 玩出了新的花样 孙老家中收藏了十几双轮滑鞋 每一双都是他的宝贝 今年全运会第一次增加了轮滑的群众项目 让这些来自民间的高手们也有了一展风采的机会 每天基本上七八点钟吧 一日到十一点多钟抓紧练习 也为了把这个轮滑项目推广出去 这么大的全国性的运动会啊 咱们国家给咱们这么一个参加的机会 我也自己想挑战自己 把总老年这个最最优秀的 最最光彩的一面 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 今天起天津机场的ETC不停车收费系统 正式投入运行 进出停车场也实现快速通行 记者在天津机场停车场看到 出入口都新增了ETC通道 旅客驾驶装有ETC车载电子标签的车辆 即可完成入场抬杆 出场自动缴费 相比传统的人工缴费更加高效省时 试运行三天 已经有1100部车辆 通过ETC专用车道缴费 以往ETC主要用于高速路收费 功能仍单一 今年天津探索实现 ETC系统在公路服务区 城市停车 社区停车等领域应用 满足车主出行需求 我们也希望像其他的 本市的这种大型的收费停车场 来拓展这种应用需求 争取能够复制机场这个模式 把ETC车道转移到 平移到这个收费停车场的出入口上来 针对最近有地区调整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汽车引发的热议 天津市有关管理部门表示 天津老年人残疾人免费乘车的政策 目前不做调整 近日市财政局汇同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残联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老年人和残疾人免费乘车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公安局残联部门加强对年满65周岁老年人和残疾人基础信息管理 确保提供的人员信息真实有效 市交通运输委及时组织制卡单位制卡 对不符合制卡条件的一律不准制发免费乘车卡 通知强调 对冒用他人免费乘车卡刷卡乘车的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卡予以收回 被经审核发现的单卡刷卡频次过高 部分高龄老人敬老卡使用频次过高 刷卡机具使用异常等问题 及时反馈是客管办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天津市纪委通报四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一 西清区纪庄子村村委会原社会保险代办员王洪心侵占集体资金问题 王洪心利用职务便利以为村民办理医疗保险事宜为名 将该村78万余元资金据为己有 王洪心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被追究刑事责任 违纪违法所得 被追缴 二 近海区开发区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原副主任李亮 收受他人财务问题 李亮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 将某建筑工程科技咨询发展中心推荐给开发区29家企业 由企业为其提供审途业务 先后五次收受该中心好处费22万余元 李亮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 天津市动物园干部高建秀李华贪占门票款问题 二人伙同白桥售票组8名相关人员 采取一票带多人 卖回容票行事 贪占门票款7.05万元并私自挥霍 二人均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被追究刑事责任 违纪违法所得 被追缴 四 保底区新开口村党支部员委员 黄明 韩宝江 张惠元 违规偿还租车费贩费问题 镇政府拨付占地补偿款后 三人已发放给村民名义 虚列支出1.2万元 用于偿还贩费 将收取的土地承包费 及村民投标违约金 共218.6万元 存入个人账户 以资息1.8万余元 偿还租车费贩费 三人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均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违纪所得 被追缴 昨天 首个金金剂区域环境保护标准 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制标准颁布 并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适用于金金剂区域内生产销售和使用的 各类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 国家发改委近日做出部署 要求各级各类公立医院 于今年9月底前 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除中药影片外的药品 实行零差率销售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3月份 天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同比上涨1.8% 一季度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比去年同期上涨2.4% 昨天 作为天津开发区 10项民生工程之一的 泰达人才职工服务中心 正式启用 未来中心将结合人才求职和工会职能 为区域职工提供围绕求职的针对性服务 昨天交管部门再次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行人非机动车违法 专项日检行动 现场查处行人及非机动车违法2239起 其中 非机动车违法1832起 行人违法407起 下一节新闻 您还将看到 10千克以下普通包裹将由企业定价 价格掌握如何定 油价迎年内最大涨幅 京城92号汽油 美声掌一毛六 环渤湖候鸟敌中落脚 大天鹅 白天鹅 仓物 种类超过200个 乘客擅自打开紧急解锁装置 致地腿迅运 手机相关案件五花八门 美女要红包 银行卡莫名非走几千块 入室盗窃 这种方式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是第一次发现的 这种方式还是比较隐蔽 而且损失已经比较大 先投手机再转账消费 警方扎货犯罪逃火 中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暂物前往菲律宾薄荷岛及周边区域 十二零报道正在直播 国家发改委宣布 自4月20号起 祭地不超过10千克的普通包裹 将由企业自主定价 根据关于调整完善 邮政普通包裹 祭地资费体系结构 有关问题的通知 自4月20号起 邮政企业 祭地单件重量不超过10千克 每立方分米重量不低于160克 普通包裹服务资费 由实行政府定价 改为政府指导价 企业可以在不超过国家规定 资费标准范围内 自主确定具体资费水平 邮政普通包裹 祭地服务资费按照省级行政区画 省会城市之间油运距离 设置31个计费区6档资费 区分首重续重计费 首重续重计费单位重量 均为1千克 不再另收挂号费 通知明确 对因资费结构调整 油资下降的线路 不得不降或少降资费 对个别油资上涨的线路 要合理控制实际油资涨幅 按照发改委消息 今天起我国汽油 每吨上调200元 柴油 每吨上调190元 创下汽柴油年内最大涨幅 本次油价调整 终止了二连跌跌式 为年内第三次油价上调 天津上调后的成品油 最高零售价格 每升分别为 89号汽油5.96元 上调0.15元 92号汽油6.42元 上调0.16元 95号汽油6.79元 上调0.17元 0号柴油6.03元 上调0.16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升容量估测 加满一箱92号汽油 将多花约8元 今年以来 我国已经历七轮成品油调价周期 整体来看 2017年汽油柴油价格 每吨累计均下调了65元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 短期内油价或将保持坚挺 因此预计下一轮 国内油价连涨概率较大 随着气温逐渐转暖 天津各湿地自然保护区 迎来了候鸟途经的高峰期 成群的鸟儿成为春日里最具活力的风景 据了解 目前途经团博鸟类自然保护区的候鸟数量 约2万只 有身材高大的大天鹅 白天鹅 仓鹿 还有娇小玲珑的红嘴鸥 骨顶鸡 PT 种类超过200个 其中最多的是周身黑色的骨顶鸡 它们从今年2月底开始回迁 至今已达到3000多只 骨顶鸡被列入 宾威物种红色明露 它们的大量出现 与天津生态环境和水质改善密切相关 此外 从今年起 天津各市地内都成立了护鸟组织 由志愿者进行日常巡护 市区林业部门也增建观测站点 配备巡护船 定位系统等 全面保护候鸟 故宫博物院近日启动 五英殿北区改造工程项目 将有效解决 故宫目前观众安全基础设施存在的各种隐患 工程项目主要包括 拆建故宫南热立站 满足供热需求 同时配建基础设施控制中心 应急指挥中心和文化遗产监测控制中心 以应对高强度游客参观流量的需求 预防突发事件 同时统筹协调和指导 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的各项工作 预计工程将于2019年6月建成 最近广东佛山有几位市民的家里 遇到了入室盗窃 虽然只丢了手机 可是手机卡补好之后 他们却不停地接到自己的转账消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广东佛山张先生的手机在家丢失 因为损失并不大 所以他并没有报警 但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的支付宝账户不断出现转账和消费信息 这让张先生慌了神 赶紧向警方报案 警方调查发现在佛山这几天 有类似遭遇的市民有好几位 经过20天的缜密侦查 一个入室盗窃团伙进入警方视线 这个盗窃团伙大多选择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家 作为作案目标 入室偷走手机和部分财物 这只是这个团伙作案的第一步 随后他们再利用偷来的手机进行二次转账盗窃 他有一个专业的后续的一个转账 就作为我们是操作二次盗窃的一个人员 他就把那市主这个身份证的信息 银行卡的信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的方式 挂到你那个两个支付的网上支付的一个方式 把银行卡里面的钱转走 警方通过已经掌握的证据确认 该盗窃团伙盗窃金额超过30万元 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通过手机转账造成的 这种方式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发现的 这种方式也比较隐蔽 而且损失也比较大 目前警方已经抓获李某等40名犯罪嫌疑人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警方提醒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 对手机开启评务所 妥善保管好个人信息 这跟手机相关的案件真是越发的五花八门 这几天天津也有两位市民报警 说自己跟微信的朋友聊天 聊着聊着手机里绑定的银行卡 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几千块 报警市民李先生说 今年年初他通过微信虚拟共享位置 认识了一位女性朋友 几次聊天后感觉十分投缘 双方决定发展成为男女朋友 添加了对方的违信 主动联系对方 可这个女孩很奇怪 微信聊天时特别热情 一见面就总找借口推辞 李先生觉得不对劲 准备与女孩分手 而这时他发现手机上绑定的银行卡里 突然少了六千多元钱 巧合的是公安部门又接到市民王先生的报警 反应的情况与李先生一样 民警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带有伪装性质的电信诈骗案 随后通过转账信息和银行取款监控 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这个团伙是以黄某某哥俩为主犯 下边他招了五个操判手 这一团嫌疑人全部为男性 跟对方聊天所用的照片 都是在网上当了 让对方认为他们是女孩 据交代 犯罪团伙假扮女孩 加对方为好友后 会好言说服受害者发红包表示诚意 之后犯罪嫌疑人雇佣的操盘手 就会通过红包轨迹 窃取到受害人微信绑定的银行卡账户密码 随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钱转走 自去年10月至今 该团伙累计骗取财物达130余万元 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中 近日在陕西西安的地铁三号县 有一名乘客擅自操作车厢内的紧急解锁手柄 导致列车临时停运 监控画面显示 站在地铁车厢一车门附近的一名乘客 擅自打开了车厢紧急解锁装置照板 操作了紧急解锁手柄 这个车门紧急解锁装置 如果在非正常情况下开启 会导致列车不发动车 进而造成列车延误 事故发生后 列车驾驶员试图多次启动开关门程序 未能成功 我们的行程间隔比较小 就是2分49秒 然后前方的车不发动车 到后续的车有可能就是 如果在新化系统市内的情况下 会造成列车追尾 大约半分钟后 该名乘客伸手恢复了车门紧急解锁装置 列车恢复正常运营 事故造成列车延误发车一分多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 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将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 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目前西安地铁公安 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 12号通过其网站发布警告说 鉴于目前菲律宾薄荷岛及周边区域 存在较大爆恐风险 提醒赴菲律宾以及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 暂无前往这一地区 菲律宾政府军及警察部队 11号在菲律宾中部的薄荷岛 遭遇一伙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 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截至当天满间 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此次爆发激战的薄荷岛 是菲律宾著名景区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提醒说 已有该地区旅行计划的人员 请考虑前往菲律宾其他地区 已在该地区旅行人员 请尽快结束行程离开 暂时无法离开人员 应密切关注安全形势 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安全防范 如遇紧急情况 应及时报警 并寻求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协助 12号 多特蒙德球队大巴爆炸案的 一名嫌疑人在德国落网 德国警方初步判断 此案有两名嫌疑人 已经搜查了两名嫌疑人的住所 据报道 这名嫌疑人带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 好 再来快速浏览国际国内 还有哪些热点消息 联合国安理会12号 就英美法三国起草的 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 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投反对票 决议草案最终未获通过 土耳其内政部长 苏莱曼·索伊卢12号说 11号发生在土耳其 迪亚巴克尔市的安全局大楼爆炸事件 为恐怖袭击 已造成三人死亡 当地警方已拘捕五名嫌疑 伊朗第十二届总统大选候选人登记程序启动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将启动审查程序 对候选人进行资格评估 并于27号前公布合格候选人名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印度执意安排达赖 窜访中印争议地区一事称 印方所作所为违背了印度政府 在涉葬问题上所做出的郑重承诺 对中印双方通过谈判 妥善解决领土争议将产生不利影响 香港新界12号晚发生三辆公交巴士 连环相撞事故造成70人受伤 据报道一辆双层大巴 因道路堵塞停车 被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双层大巴追尾 又撞上前面一辆小巴 北京两个公租房项目日前启动 提供400套房源 其中30%面向具有稳定工作的 非北京级无房家人 2017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消息 孙杨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上 以1分44秒91夺得冠军 再次刷新该项目世界最好成绩 傅杨慧在女子100米洋泳决赛中 以58秒72改写 全国记录并夺冠 好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走势 马上连线气象主播张丽 张丽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中好 晴朗天气有助于气温攀升 以市区为例 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6.6度 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 仍维持在24.8度的水平 不过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 气温则是下降到了15.9度 降温幅度接近10度 这是由于偏东风风力有所增大 而受偏东风影响更为明显的 则是沿海的滨海新区 昨天滨海新区下午2点时的气温为24.1度 一小时之后则是下降到了14.7度 今天上午仍有阳光照耀 预计下午到夜间 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 下午的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 与昨天相比有所下降 中南部地区还有可能会有微弱的降水出现 不过雨量不大 而且降雨持续的时间较短 本轮的气温波动持续时间也不长 明天我试着气温将重新回到上升通道 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 周六会是一个晴朗的天气 白天气温偏高 午后阳光下甚至会感到有些燥热 而随着季节的推进 您如果需要长时间外出 则要开始进行紫外线的防护了 好了 主持人 好 聚焦热点 关注民生 12点报道 明天见